那是從剛講平行世界 台股事實上今天還漲一百多點 然後內需服務業其實非常的緊繃 幾乎都陷入經濟處境的重症 但是今天在疫苗上面也有好消息 首先第一個好消息是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直接表態 可能透過COVID-19平台增加給台灣的救援疫苗 沒錯我剛才您剛剛講到就是說 台股這一波反彈到這個 可以說是這一波疫情以來的相對的高點 那同時呢今天的疫情呢 也是來到這個三級警戒以來的最好的一天 今天的確診人數132人 那新北市的這個確診人數也是 連續好幾天都降到百人以下 另外包括說死亡人數的話8人 雖然說還是有不幸罹難的這個同胞 但是整體看起來這個數字的確是在好轉之中 那當然啦從今天開始的話 早上這個媒體的報導 大概都是集中在所謂的開打疫苗這件事情 那因為根據指揮中心的說法是 這124萬劑日本捐贈的這個疫苗呢 因為目前呢我們一到六類有267萬人沒辦法打完 所以可能要求縣市政府呢 跟這個要配合指揮中心呢 訂定相關的這個標準 那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波先開放就是這個老人嘛 85歲以上的老人還有65歲以上的原住民的這個同胞 可以接受這個接種疫苗那今天早上的確 部分地區有包括說像排隊不順預約不順 甚至是說還有包括說像這個設在萬方 這個地方要老人家爬坡等等 有些設施不足的這個情形 包括說在高雄的時候陳其邁有對這個發飆就說 怎麼會造成這種群聚的這個現象 所以看起來的話疫苗怎麼注射呢 目前還是有一些些些的這個問題存在 那可能改正了之後就會相對比較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當然大家想打疫苗 所以今天有非常多跟疫苗有相關的這個新聞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現在最關心的高端疫苗 那我們先講高端疫苗今天的這個高端的股價 今天表現就非常的有意思 他早上先開漲停板 然後沒多久就跌停板 然後又拉起來的話最後是上漲 月末是這個7塊5毛錢的這個狀況 表示什麼 表示目前多空消息對高端疫苗都有 好那我們現在講 早上有一則看起來對高端是多的消息 也就是說有傳言啊 某媒體報導就是說 包括說菲律賓 越南 印尼 馬來西亞 泰國等等 都有跟我們的高端疫苗要採購這個疫苗的這個狀況 甚至菲律賓還說只要台灣的EUA過的時候 他們就承認台灣的EUA 那看起來當然對高端疫苗是非常好的消息 他不是只有台灣 然後還有傳出一個消息說 他準備要到中南美洲去進行這個第三階段的這個 包括說這個人體試驗 看起來都是好的這個消息 不過沒多久的時間呢 菲律賓政府馬上就在 國際的媒體上面 特別是由他們總統府的發言人就說 我們沒有這件事情 我們因為我們現在有中國疫苗 我們現在有這個美國疫苗 有這個 甚至還有俄羅斯的疫苗 還有英國的疫苗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要這個消息對高端疫苗來說的話 似乎是從原本的利多消息 變成是一個利空消息 所以他股價就出現一個大震盪的這個局面 好那除了這個高端疫苗這個消息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消息 跟高端疫苗是非常非常相關的 那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傳出這個美國的Novavax這家公司呢 他這個 他的這個算是這個出第三期的這個報告出來了 就他的保護力呢 目前根據他們的研究是 因為他們是做了大概三萬人的這個實證研究 那說他們保護力高達93% 甚至連這個所謂的他無法判 判讀的這個所謂變種病毒呢 也大概有70%的這個保護力 那他認為說 他要拼美國的這個EUA 因為美國政府已經說了 可能除了Novavax之外 他接下來就不會批准所謂的EUA的這個認證 所以Novavax有可能是美國最後一個EUA的這個認證的這個許可 那其實這個對台灣就會造成壓力 為什麼造成壓力 因為高端疫苗跟Novavax的 他們的這個性質是非常類似的 就是蛋白質次單位的這個疫苗 那他的發 因為他 台灣目前是二期臨床試驗做完 我們要跟AZ對比才能通過台灣的EUA 但是他可是第三期的中期報告都做出來了 所以他有可能真的獲得美國的這個認證之後 根據他們目前的這個量產的時產來說的話 因為他們目前量產的話 如果以今年年底來說可以量產到1.5萬劑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其實日本的武田製藥也跟他說 那好 如果你這個真的獲得美國的EUA的時候 我們準備幫你代工 那代工的話年產量 年產量會來到2.5億劑 那甚至連日本都考慮說 我要引進這個Novavax 這一支這個疫苗 我要引進1.5億支左右 那因為為什麼這個 蛋白質次單位會受到國際矚目 就是因為他儲存條件 不像這個莫德納或是輝瑞這樣子的嚴苛 所以相對的在比較落後的地方 的確是有他市場存在 但是你只要Novavax出來的時候 高端疫苗你要打到國際市場 顯然就會有相當大的難度 所以這變成是說 高端未來一個最重要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好 另外一個當然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好 既然高端要一段時間 那到底我們目前的BNT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那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折衝之後 永齡去進口的這個BNT呢 目前呢 根據指揮中心的作法 已經給他有條件的這個進口的 這個專案進口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啦 這個到底能不能夠 因為他根據今天指揮中心的說法是 雙方已經在談所謂的 法律文件的這個部分 不過這有一個變數存在 因為上個禮拜 上海復興才剛開過他的股東會 他那股東會上面他講到一個 他就說 無論是誰 透過這個要買這個BNT 都要透過我 所以他還是說要透過他 另外的他說 會針對台灣的 買疫苗的單位 因為他要嚴格的審查 那到底是審查什麼 我們不知道 所以到最後會不會是 上海復興這邊 還會有一些變數 當然我們要看後續的這個情形 另外一個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開始開打的124萬劑呢 是從日本捐贈的這個疫苗 好那今天早上的新消息是 日本的這個外相茂木敏充呢 在接受媒體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台灣捐贈124萬之後呢 他又捐贈給越南 100萬劑的這個AZ疫苗 那除了這個之外他說 因為主要是原因是因為 目前呢 他們很多國家 他表達說 需要日本的這個AZ疫苗 他說包括說像 印尼啦 泰國啦 菲律賓啦 馬來西亞也都來跟日本要求說 他要這一批的AZ疫苗 那除了 日本會捐贈給這些國家之後 茂木也說 他有可能會透過 COVAX這個平台呢 還會捐贈給台灣 第二批的這個疫苗 好 那我們就 我們就希望說 日本的政府的話 能夠說到做到 捐贈越多越好 那這也代表了台日關係的友好 你放心 我先走 我先走 有